話說去年Andy看完黃凱琴的演唱會 會味無窮 不過我有點不開心 何時會再見到Chris呢 因為Chris永遠都不會跟人預告 他何時會再出現 或者沒有什麼roll map 但我不知為何可以這麼驚喜 今年又收到消息 在今年的3月18日和19日 黃凱琴又會在九戰的Star Hall出現 不過現在他在我身邊出現了 多謝你Chris 其實所有歌星都不會知道自己何時出現 這樣你說得對 即是這些機緣巧合 何時會有show做 有檔期 這些很多東西是天時地利人和 但即是說回剛才的show 你真的在大家心目中留下一個很感動的 因為大家有一個評語 就是你以觀眾為本的唱會 你在選曲方面就和大家一起唱K 甚至大家很喜歡你的pre-show 嗯 用一些原樂去選了四首你的名曲 在你未出場之前去純音樂去討論你出來 通常入紅館時很悶悶地做的 然後又很漂亮的歌 即是覺得你的心思放下去 不只是令自己有多漂亮 而是令觀眾有多享受的 那個就要歸功於我們的監製Sam 其實當時那一刻是很高峰期要需要檢查核酸的報告 所以觀眾包括你們 入場前都有些事情要做的 如果你說成萬人都要做這個動作 入場的速度就慢了 我都很想出來做Encore 是的 但是因為我們這些永遠都像灰姑爺一樣 一搭正12點就要散Bang 打換原形 所以我在耳朵上聽到監製說 快點走啦快點走啦快點走啦 即是肉痛一點 但是可以買回你自己 如果我再出來就不止幾萬元 不怕啦 今年未來 Star海又玩過啦 還有我看一些新聞的內容 今次也很好的 Rundown重新編排 舞台設計 衣服那些全部會有一個全新的 黃海琴的一個造型 初初我們會想是做Part2的 但是Part2就不能隔太久的時間去做 我們當時做完之後 就以為入到紙二月份紅館 但結果都是落空啦 繼續再申請的話 又要等很久很久很久 也不知道行不行 結果他說這裡有個檔期 那要不要呢 好啦那要啦 但已經相隔半年了 你說做Part2會不會有點過份了呢 所以就全新了 所有的Rundown 服裝啊舞台啊 但是班底都是陳華國 還有Fianna 他們都是一樣的 很詳情 你每一次都見你 整個團隊都跟你經歷 每一個階段的聽演唱會 好的事就當然要繼續做啦 不可以放手啦 不可以放手啦 即是他們是一個 給到我有衝擊 亦都給到觀眾有新鮮感的 舞台設計啊 服裝啊 所以都是繼續行 那沒辦法啦 Andy要肩負起 你很多粉絲的使命啦 就要問一下Chris 可不可以現在透露一點 到時全新的一件事啦 有什麼驚喜給我們 嘩 我不能說的 有監製的 有導演的 那倒是 如果現在說了 到時就沒有驚喜了 不過我剛才也說了一點 就是有pre-show 這個我已經說了就說完 有 還有你說有東西賣的 有東西賣的 不要掛著看東西不入場 是啊 因為那個場地呢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做的時候 就叫做好好的 2010年 2011年好好的的音樂會啦 那麼那個經歷呢 就是很新的 覺得那裡有一個這樣的小賣部 而那些人又很舒服的 可以去買到東西 去入場的 就是我想比紅館更加好的 是啊 像一個熱鬧賣物會一樣的 很開心的 因為我們的經驗呢 就是說我們也試過 曾經把一些唱片 放在紅館的外面那裡 就是當作一個小賣部 但是你知道紅館四面 那個門口是很遠的 那如果你入場的時候很趕 剛剛搭地鐵或者搭什麼來呢 又不在那個出口的話呢 你就不會兜到那個小賣部 我也不知道有一個 你不知道有那個小賣部 在其中一面那裡的 那你就很快湧進去坐定 那你就錯過了開場前的 的小賣部的那個時段 是 好了 到了散場 你想想我們連這個 那個N Call 位都這麼急趕 是 甚至要剪掉它 那還哪有時間 去外面開檔 去賣小賣部呢 還要紅館可能說已經夠了 你不可以再做了這些 那就是趕的會 所以又是做不成了 所以 場地來說呢 紅館表演是好的 但是如果小賣部來說呢 我想九剪是贏的 它比較貴一點的 而且你經過你一定會看到 那個小賣部 是 那有些什麼正的產品 通常都排出來的 舒服一點的那個賣應 那我覺得上次紅館表演 你就說很好的 經過跟團隊討論 就會唱多一些 就是保麗今時期 或者飛逃時期的歌 就將你自己 就是做音樂那個時期的歌 稍微唱少一點 都由唱 唱少一點 但是這次你又會有些什麼 可以透露給我聽 在選曲方面 你的編排組織會是怎樣的 我盡量會避免 在上一次已經是 出過的一些歌 那不是變了Sidrack演唱會嗎 盡量少一點 上一次用過的 除非你說不唱會被人打的 再預算那些 一定有 葛鄧的 那些 要你賠錢 剛才你說的 有嗎 我會預算 你直接感動到 你有些流淚的 你說沒有這首歌就沒有理由 那一首歌我自己也覺得有點意外 你站在一個蛋糕頂上 我記得那一首蛋糕 其實我們做這麼多次彩排 在Studio的彩排 或者在現場的彩排 沒事的 不知為何去到現場的呢 真的唱到一半就有事了 還有我告訴你原來是假的 他們說當你想忍住眼淚 不要流下來 你就四十空到角 看著天 還要流多一點 哈哈哈哈 以為這樣就 撞一下撞一下 就不會流 但原來是錯的 當然有一邊會流的 你是一個很有情人來的 就無可報應 說回自己 就當初沒有這首歌 沒有Fans 怎會有當日那麽大的蛋糕 我自己也很詫異會唱這首歌 因為說真的 這首歌大謊話 一定有唱了一百次的了 全世界來說 在不同的Show 不同的場合 或者Promo的時候 起碼一定有一百次的了 但為何會弄成這樣呢 控制不到呢 其實我們已經很專業了 為何會這樣呢 但是你不用怕 我相信當時在現場 一定不止你一個在哭 至少我都有 我只是代表了很多Fans 我想大家都會很感動 那一刻我想你已經不是只有歌手 是大家音樂的朋友 認識了這麽多年 是不是 還看到大家這麽健康 站著就站著唱 坐著看 仍然這麽健康 這麽平安 可以分享 其實我是看著很多人大 哈哈哈哈 由他們 還背著書包 站在門口等 或者電台門口 或者唱片公司門口 到今時今日 這麽大個女兒大個兒子 其實真的 有時有些看著 不知怎麽樣 我想是那些做小叔伯的感覺 不止 我見過一次 你有一次是簽名會來的 是當年那些少女粉絲 牽著他們現在的少女 一齊 少男少女一齊去你的簽名會 當然要抱一抱 叫我抱一抱 是啊 好像有那些 例如 你抱一抱我兒子 那種 那種 好像那些 村裡的書記 你抱一抱我兒子 那種 感恩 這是老套一點說 都要的 我一說 譬如開秀 肯定有一班固定的粉絲 他不像你這樣 要研究一下 究竟今次唱什麽歌 有什麽驚喜 他們什麽都不用想的 二話不說 就會來的了 包括來自美國 或者是上海 內地不同的地方 這個我會很感動 尤其是這幾年 要這樣飛來飛去去看一個秀 真的不容易 你知道他們是歌迷會 還是知道他們一定會跟著你 我沒有一個公司的歌迷會 但很開心他們自己組織了一些有團結的力量 變成凝聚了他們自己有一個 怎麽說呢 又不是叫歌迷會 自己也有一個團體 對 大家真的會互動 會相約 這個是他們自己形成的 不關我的事 但是 我看他們的留言 就知道誰正在飛來 都感動的 其實他們很好 你知不知道 他播出了我和你的訪問 知道有沒有我這個人存在 他們記一些你的日曆 即用你的樣子做的calendar 你自己見過沒有 很多有些叫應援物 有你的樣子是應援物 現在流行的 叫應援物 我收穫的 但是我看了你們的節目 哪一個節目 我覺得 訪問 你們有一個節目 在我show後 再一次叫大家大合唱 Live 青蔥歲月那個 總之是想人們 進來之後開一張唱歌 但結果每個人都肅沙 其實我們是想用Live形式 去分享我們對你的show的觀後感 通常是寫的 但那次我覺得很棒 你寫已經難以盡輸 我們心裡的那種興奮 所以我和Janny一起 在那裡開Line 又叫粉絲進來互動 大家不知道 挺有趣的 我覺得挺有趣的 真的回到青蔥歲月 那些電台節目 叫人們打電話進來講話 那種感覺很溫馨 是啊 不過那次沒有人肯落進 今次我想完我們再搞 一定有人肯落進去 你有沒有跟著唱 在演唱會裡面 當然有 真的嗎 我還要唱那些 那些人還沒有吃醬 有歌詞的 對 非徒年代的 有的 可能我們今次 因為那個碟 有很多觀眾的聲音 有很多人的聲音 很特別的 很大聲 有機會是我 很多歌迷都有機會 所以我覺得那些歌迷 或者粉絲 如果他們知道自己 將會被錄下來 將會被錄下來 特別做一個很大的暗號 叫一句不知什麼 真的會錄下來 很清楚聽到 所以一定要買來聽 但我覺得就算錄不錄下來 都一定會買來聽 都一定買來聽 因為去年做完 你都猜你會不會出現場店 不出的人 都會說沒得出 如果知道有 即將會有去年紅館show 的一個現場錄音的CD 到時就在StarHall的小賣部 之後都會在唱點店 都會買到 之後 不過率先StarHall會 如果StarHall賣了 就沒有 因為不是做好很多 還有其他精品 會有第五集和第六集的 新歌加精選 嘩 正啊 其實是這樣的 為何會一次過推出幾個唱片 自己和自己打崩頭呢 其實不是想的 因為疫情的關係 本來 譬如說 在2021年的show之後 已經推出的東西 一直要等等等等等等 因為那時候 我記得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所有店鋪都不開 逛街沒有人 你就算推出碟 是沒有用的 所以就先放著 等到今時今日這個形勢之下 大家都可以開啟去購物 才推出 所以你會看到 咦 為何這個相片 好像兩年前拍的呢 哦 不是 你好布鮮的 我想人都不會察覺到 兩年的時差 我坦白告訴大家 這兩輯呢 是真的已經放了兩年了 有作新歌 有有新歌 也有些舊歌 混合在一起 是的 很划算 很硬皮的 又是那首歌 為何我要這樣做呢 一來對自己有個紀錄 首先裏面我會有一段文字 那段文字可以作為一個很小的傳記 如果你由第一集的新歌加精選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這樣去看呢 就是我過往 由我出道的一個小小的歷史傳記 而再加上 因為我們最初成立這個 Everlasting Limited 的時候 大行的時候 即是沒有想到會一直這樣做下去 所以最初做的時候 那個錄音室啊 各方面的製作啊 未是說要求那麼高的 那到現在我們再拿回那些歌 出來 再Remaster 過 然後拿去日本人 那出來那個聲音呢 Quality 是好很多的 是的 我也同意是好聽 是好一點的 所以我就覺得值得這樣做 將它 Repackage 所以我的名字都叫Recollection 有兩重意義 即是將那些Collection 首先是Recollection 再加上我裏面都寫我自己的 一路來時路 這些叫做 當時走過來的這個路是怎樣的過程呢 那裏面有一個是 回憶Recollection 兩重意義 原來是這樣的 而且我真的要給大家一個個人的提示 因為我本身是存不齊 之前的四輯 但去年看完紅館show之後 哇 我實際呢 不行 我一定要儲齊那四輯 那我就去買了 買不到的 第一輯和第二輯好像已經很難見到 反而是那個我就買了 我買不到第三、第四輯 那我就用了 有的 用了我的勢力 找一些唱片店的朋友幫我訂 結果都訂回來 可以的 所以這次大家如果想趕級 儲到第五和第六輯 最好就是在Starhouse買一部買 第一和第二輯坦白說 就要很幸運才能找到 對 即是買完就不再忍了 不再忍 對 所以現在想儲一些實體碟 是不能遲疑的 所以記住了 這個演唱會除了有靚歌聽 雖然我用盡辦法 逼Chris說秘密Rundown 不過呢 我尊重他的 到時不要說 到時大家聽 是不是會更有驚喜 是吧 怎麼說呢 秘密 算不算秘密呢 留我現在 我發覺呢 每一次做show 一定有人跟我一起唱 一定 所以這就是一個Rundown 大合唱的環節 其實那些人最想知道是什麼 就是show之前最想知道 第一 有沒有Satrack 因為那些 有 那這個開心了 但是我要大家練歌 即是拿好歌詞 當然 如果有某些東西想 導演說 你們最好和歌舞一起搭唱 他會打個歌詞出來 但有些如果沒有 你就要練練 還有有沒有一些從未唱過的新歌 即是譬如新曲加精選 那些新track 從未唱過 真的有 有了 有了 第三個最重要 有沒有一些歌 但你很喜歡聽的 別人的歌 有 嘩 你拿了滿分 你已經有三個歌 你再說多一點 有沒有請Andy上去唱 沒有 那就再一個剪 應該不是交叉 我會請Andy 不要上去唱 在下面唱 Andy跟很多歌迷一起 好像上次那樣 和你大合唱 可以